这是我从18年开始做的一个项目 持续了大概三四年时间 有一次特别意外 就是误入到一个废弃了游乐园里面 然后觉得这个景观 然后勾起了很多回忆 所以想做这个项目 因为当时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个游乐园 然后在公园叫冰公园 有一天呢就是去玩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没有了 所以就一直对这个游乐园 就有一定的情节 它从那个最早的一些儿童乐园 八几年开始 到九几年的那个景观乐园 然后再到零几年的一些器械性乐园 再到现在的主题乐园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游乐园的一个编点史 从景观到游乐园的动物 然后再到人 就是人跟那个游乐园之间的关系 然后当地的城市跟游乐园产生的关系 然后最后到一个潜意识下的人 和游乐园产生的那种关系 它为什么废弃 房地审商然后通过游乐园这个项目 来去征地 然后征地卖完房子之后呢 然后这些游乐园可能现在已经就废弃了 然后一些过度模仿 包括一些同质化的因素比较大 包括有一些它的低审美 还有一些恶趣味 所以也造成了这么一个废弃的一个原因 当然它也会造成一些土地资源的浪费 和污染问题 我过了几年之后 然后有回访一些游乐园 但是觉得让我特别开心的就是 现在已经恢复了一些它的功能性 就比方说变成一些城市的绿地 变成一些供大家可以游玩的一些公园啊什么的 诗歌确实是我一直从小到大 都特别喜欢的一个体裁的形式 每次都是进到一个新的游乐园 一个不同地域的游乐园 不同环境南北差异的游乐园 进去之后 然后产生的一种敏感 然后就把诗歌这种 这种我特别从小特别喜爱的方式 然后融入到这个整个游乐园里面去 我不希望它是一幅定格的照片 或者说是一段影像 我也希望通过文学性的文字 这样去呈现这个游乐园的一个现状 我想通过这个人和环境的之间的关系 来重构大家对游乐园的一个固有印象 然后让大家对游乐园一个新的认识 它不管是景观也好 还是里面的动物也好 还是里面的一些人人物也好 它们是存在的 然后我也是突然存在的 其实我更多的是 观看这些所有的静态的动态的景观 或者动物 它们是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 去脱离了人的干预的情况下 它是怎么样去生存生活的 包括它们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这个是我最关注的